如意死后,他的儿子有多惨 如意转中,十二二个出生时,乾隆大喜 顾不上亲自去告诉太后,一心奔向易坤公 他是新晋皇后乌拉那拉式的长子,也是乾隆的嫡皇子 乾隆对他充满了期待,于是给他取名旗 意思是皮剑里镶嵌的玉是天子皮变是十二旗 刚好他又是皇十二子 可想而知,乾隆对他的期待值拉的有多满 电视剧中被称为踩着七彩祥云而来的皇子 在未宴晚下读后,性情大变 这位被给予如此高期望的皇子 确实如电视剧里所说,困于宫斗吗? 走进历史,真相告诉他的一生远比电视剧里几惨 他的整个人生除了出生时的喜悦 可以说都是在各种惨状里度过的 众所周知,乾隆是有嫡子情结在身上的 他特别重视皇后诞下的嫡子 而先皇后傅察氏所诞的两名嫡皇子 似乎遗传了母亲的病弱 永连和永从都早早夭折了 接连失去嫡子和嫡妻 乾隆大为伤心 为了早日拥有嫡子 乾隆在嫡妻去世的二十多天后 就赶紧定下了继任皇后及贤贵妃 了解那拉氏的朋友可能知道 他此前的十几年宫中生活都不杂收宠 但是在登上后卫的第二年 就诞下了皇子 可见乾隆有多着急嫡子的降临 所以此刻永齐的出生让皇帝龙颜大悦 他亲自写了一首诗 与宫中众大臣庆贺小皇子的诞生 此时风光的不止十二阿哥 他的生母那拉氏皇后 此时风光无限 宠爱正龙 连续在三年内连生三排 可见其受宠程度 与十二阿哥同年出生的 还有十一阿哥永兴 可他远远没有永齐受宠 看得出乾隆对这个永齐 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他还为永齐请过一位师父 钱大兴 钱大兴曾用天资纯粹 致性过人评价过永齐 永齐聪慧过人 再加上乾隆的嫡子情结 不出意外 会是最合适的继承人 然而老天真的会如此青睐 这位嫡皇子吗 皇上与臣妾 曾经解法为夫妻 如今臣妾 断法为妻 咱们看看如意的断法 把儿子害得有多惨 那是乾隆三十年正月 皇帝决定开始他的第四次南巡 于是带领重庆皇太后和纳拉市 令贵妃 庆妃 荣嫔 以及宁长寨和永长寨等六名嫔妃出发了 中途路过济南时 乾隆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发妻 复查皇后 感慨之余 坐视一首 四渡济南不入城 恐房一入百悲声 春三月末分篇剧 十七年过 恨未平 原本乾隆和傅茶室皇后的感情也不错 其首小诗纪念以下也没啥问题 可是这首诗为后面地后冲突埋下了隐患 有人说纳拉市和傅茶室早就不合 但我们仅在电视剧中有所感知 史书上毫无记载 不过对于乾隆多次怀念傅茶室皇后 并坐视无数 难免让当今皇后纳拉市不愿 可就在南巡 纳拉市四十八岁生辰的那晚 一餐饭的功夫就让纳拉市从皇后降为了答应级别 相当于打入了冷宫 当晚乾隆给皇后过完生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瞬间从甜蜜发展到如此恶劣的地步呢 有关纳拉市断发的经过史书上仅存的一些记载表明 他是独处的时候自行断发 至于在断发之前 有没有和乾隆起过冲突 吵过架 我们不得而知 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在满清皇时 只有亲人或长辈去世才会剪发 纳拉市直接要把乾隆弃晕晕的节奏 于是他们的关系到了零度以下 而且再也无法修复 毫无疑问 接下来纳拉市再无翻身之日 史册中使这样记载的 优费皇后崛起往来 损其饮食 日加翘折 领其肃末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皇后虽然名义上没有被废除 但是已经名存实亡了 咱们再说说纳拉市断发后 他的儿子永齐会是什么后果 自打永齐一出生 乾隆本来对他期待特别高 他在永齐三岁的时候就问永齐 说五二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看一遍文章就能背下来 你怎么样 永齐回答 自己看个七八遍 差不多能背下来 乾隆一听 这孩子资质平平 相较于当年的五二哥来说 差了不少 心里逐渐对十二二哥有些失望 后来永齐被养在养心殿 可是这孩子天生就怕皇帝 整天表现得很懦弱 性格也不活泼 看到乾隆就像老鼠见到猫 战战兢兢的 乾隆一看 这大清江山的继承人 怎么能是这般样子 于是心里又多了层不满 不料纳拉市来了这么一档子事 让永齐从此不再是皇帝眼中 大清江山的继承人 而是成了弃父之子 皇帝从此不再待见他 只有在有丧事的时候才记得起他 他在宫中更是受到 嫔妃侍女太监的欺负 就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好几年 那此时的纳拉市又在经历什么呢 断后的纳拉市在幽禁的宫里 苦苦撑了一年多 那是因为永齐的婚室 定在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 也就是他在幽禁的那一年 纳拉市想看儿子成婚 然而当年七月十四日 没等到十二阿个大婚 皇后便爆汗死于永安宫 这成了纳拉市最大的遗憾 悲哀的是皇后死后 并没有按照皇后的规格下葬 连诏书都没有办法 也没有在宫内停临 甚至无人穿校 就这么悄无声息的香消玉允了 皇帝的理由是皇后名分太高 纳拉市浮薄承受不起 对于永齐的婚事 乾隆也是无心过问 给他找了个草原上台籍的女儿 草草的做了安排 在纳拉市驾崩四年后 可怜的永齐才得以成婚 婚后几年 由于皇帝的安排 永齐为不下十位王爷和后妃穿校 名副其实的成为了穿校阿个 这也直接导致永齐至死无后 因为当时的规制是 穿校期间不准生育子嗣 而储君不用穿校 因此可怜的永齐 总是为长辈穿校而不得有后 这也能从侧面看出 乾隆放弃了永齐的用意 本来很受气中的永齐 甚至名字都是和皇帝最爱的树子永齐同音 却因为帝后关系淡漠 而遭到了皇帝厌弃 纳拉市侍从以后 永齐的处境和地位都很尴尬 乾隆皇帝只安排他负责编寸 预制满猛文件总纲 除此以外 没有安排过任何正经差事 其他皇子都先后被封绝封王 而永齐一无所有 24岁的永齐终于在无奈和绝望下 身体每况愈下 最后抑郁而终 永齐去世后乾隆不但没给这个儿子追封任何爵位 还下旨用宗室功力来治丧 这对永齐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啊 但相比被爱的活着 这样可能更轻松 后来直到兄弟永远登基 也就是嘉庆四年 才被追封为多罗贝勒 看看永齐这一生 出生起点可谓极高 但他似乎没有享受到皇子的快乐 幼小的他就在各种惶恐中度过 长大后又因母亲的烈性 自己的人生彻底坠入谷底 在最美的年华 没有任何支撑他的精神支柱 最后只能一遇而终 这是何等凄惨的人生啊 这个嫡皇子 大概也算是清朝最惨的嫡皇子了吧 主动离婚的如意 断发后经历了什么呢 乾隆先后颁布的两份奏折 让人细思极恐 关于娜娜是皇后断发的事情 喜欢亲公居的宝宝们都很熟悉啦 那么季后主动剪断了自己的头发之后 遭受到了什么待遇 或许这跟他的死因有关 在南京博物馆有两份展出的作折 是乾隆的两份猪批作折 经过时间对比呢 一份是乾隆三十年润二月的十一日 另一份是二月十七日 我们知道如意断发那天发生在二月十八日 那这两份作折都在十八日之前 两份作折是从宫内出发 发给的是正在南巡的乾隆 内容呢大致相同 都是请安作折 那些没有跟着乾隆宝宝一起南巡的 平啊非啊 还有皇子福建皇孙们公主们 他们给皇帝的请安 同时也跟皇帝禀报一下 小阿克们小皇孙们的情况 都安好之类的内容 这第一份作折发出的时间就是二月十一日 但是呢 在古代的快递业务很不发达 从北京到江南 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才能到皇帝手里 所以等这份作折到乾隆手里的时候 如意实际上已经剪断了他的长发 当时乾隆宝宝非常生气 当天就宣布把如意押送回京 负责人就是弗龙安 与此同时 他又把如何安排这个扑付的命令 写在了这份请安作折上 发回自尽城 让宫里的人们事先准备好一切 大约在六天之后 又一份来自宫里的请安作折 到了乾隆手上 经过了六天的冷静期 乾隆思虑较为成熟之后 他又追加了一些处理意见 写在了第二份作折上 重新发回自尽城 那我们来看看 两份作折内容上有什么差异 先看看如意羞辱完乾隆之后 乾隆想要如何处置他 第一份猪皮里这么写道 让太监王城第一时间 把皇后居住的行宫 还有圆明园的住处 通通查封 然后再传圣旨表达 皇后已经封了 过几天就会被送回 易坤宫养病 任何人不许接见 阿哥公主们请安 只能向太监打听 想看人就看不到啦 而且人回来以后 只允许有两个宫女在内 休想迈出门一步 我们知道 如意住的易坤宫是很大的 但断发之后呢 只允许他和这两个宫女 在后殿活动 前殿一律不许迈入 这就相当于把三个人 直接打入了冷宫 这份作折呢 有几个重点 我来给宝宝们分析一下 第一 乾隆查封了如意住过的地方 意思就是 乾隆彻底不信任如意了 第二 有关如意疯了的圣旨 要进宫之后再传 不能再宫外传 意思是 此消息要保密 皇帝也是要面子的 第三 如意屋里只能留 两个和他一起出巡的宫女 并且限制了活动范围 意思就是 这件事啊 要捂烂在易坤宫 绝对不能传出去 那么六天之后的第二份作折 深思熟虑后的乾隆宝宝 除了修改了一些行动之外 又增加了许多细节 甚至呀 把皇后回宫的路线都给安排好了 我的天哪 真是心思缜密啊 首先 把上个作者提到的 二个公主一律不许接见 改成了可以接见 具体怎么接见 我们的乾隆宝宝 甚至把每一个步骤都给安排好了 首先 如意回宫当天呢 不允许有外人看见 大家先在别的地方等待 然后在弗龙安的待定下 一起进入易坤宫 当然这一堆人也不是去请安的 而是要去听旨的 执意还必须是由弗龙安读 显然呀 事前弗龙安已经拿到了乾隆 提前写好的遗址 还有一点 前份作者提到过的 只是查封了如意的住处 现在呢 是要太监们悄悄细细的搜查 皇后住过的行宫 圆明园住处 以及厕所 因为乾隆从如意断发的这件事上看出 如意恨他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要搜查住处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邪碎的事情 换到电视剧中呢 就是看看有没有扎针小娃娃之类的东西 看来编剧也不是瞎编的 那时候果然流行这种东西 这是第二点差别 第三点改变 就是留下侍奉如意的宫女 不再从南巡随行人员里面挑选 而是从易坤宫住手的宫女中挑选两个 一旦进去就不允许再出来 自然第四点改变 就是如意南巡随行的三位宫女 全部接受审问 当然包括了剧中的荣佩荣嬷嬷 审问他们为什么不留意皇后的情绪变化 然后每个人六十大板 打完还没死的就发配到边陀去了 重点是这个过程啊 所有的公主阿哥以及如意本人 都要全程观看 这里真的是狠了 从这里也能看出来 假如历史上真有容嬷嬷的话 容嬷嬷的结局实惨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撤掉了易坤宫的小厨房 从此以后如意吃大食堂的饭菜 并且发配了所有宫里的太监宫女 易坤宫直接变冷宫 以上就是两份奏折的区别啦 乾隆宝宝在如意断发之后 紧急处理的意见就是 一方面打发人压送泼妇回京 另一方面呢 写奏者提前安排好宫里的对应政策 两份作者仅仅相差六天 乾隆就更加缜密的寻思了 如何处置皇后的细节 不得不说 乾隆的这两份作者呀 让人细思极恐 从如何展开调查 到泼妇如何处置 怎么给宫里其他人交代 以及如意今后的生活状态 都一一做了安排 只是断了个发 没想到引发了皇帝如此多的行动 虽然我们猜不到皇后到底是为何断发 但自从她断发之后 皇后的颜面 从她回宫的那一刻 就已经荡然无存了 在阿格公主福建面前 宣读圣旨 就意味着终身剥夺了她皇后的颜面 不知道如意被关在冷宫的那一年 日子是怎么过的 到底是强制性被逼疯的 还是真的疯了呢 我个人更倾向于被逼疯 首先一个女人 更是天下的国母 选择断发 就是主动和皇帝离婚 这个决定肯定是非常难下的 她甚至已经想到过 自己活不过2月18日当天 但事后 乾隆对她的处置 无疑比刺死还煎熬 先是让她的名誉 再攻击倒她 再剥夺了她终身的自由 再把她身边最信任的人都撤走 这无疑是架空了如意 哦对 最重要的 最让如意心痛的 应该还是自己的儿子 永基 她这一离婚不要紧 永基的前程也一并毁了 不过也有史学家猜测 十二阿哥永基的不公平待遇 也有可能成为导致如意断发的原因之一 都知道乾隆宝宝是天爱无阿哥永基的 对皇后生下的十二阿哥 有略微的不重视现象 作为嫡子 得到的关爱 还不如一个贫生下的儿子多 难道皇后不要面子的吗 嫡子不要面子的吗 你想想 如果你是如意 兼兼业业陪伴皇帝30多年 当上皇后也有10多年了 没有任何污点 但你儿子就是不受待见 即便是别的阿哥当了皇帝 如意这个皇后也能顺利继位 母后皇太后 可新上任的皇帝 能放过曾是嫡子的永基吗 在如意眼里 永基必须继位 一旦别人继位 永基就非常有可能小命不保 不知道在2月18日那一天 如意是否把儿子的前程 细细说给乾隆听 但我们能肯定的是 不管如意怎么想 都不会左右乾隆心中 对儿子的布局 从这件事上能看出来 如意当时是有多难 儿子不受宠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死局 他必须要做点什么 果不其然 他选择了断发 这就给了乾隆名正言顺的机会 去让永基失宠 嫡子失宠 或许是自保的最好方法 如意这么做 难道真的是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吗 如果是这样 我会再次为这位断发皇后鼓掌 母爱有多伟大 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 不过千算万算也没算到 永基居然没活过他爹 而且比他爹还早死了23年 你说恨不恨 唉如意的结局无疑是个悲剧 他为儿子谋算了后半生 却献上了自己的后半生 那一年在依昆宫的日子 应该是难熬万分的 一年之后 那那是皇后就轰事了 死后结局比活着还惨 被乾隆抹去了存在过的一切证据 更没有独立的灵情 而是和纯贵飞机在一起 如意死后的33年之后 乾隆驾崩 不知道在另外的一个世界相遇时 乾隆是否会明白如意当年的行为 只不过是身为母亲的一种牺牲呢 回头来想想 如意的断发或是对婚姻的摆脱 或是为儿子争取性命的牺牲 在几百年之后的现在看来 都是一种伟大的举动 而乾隆面对如意的断发 只不过是心思缜密的处置 调查 埋怨和恨意 在皇帝心里永远都不存在对等的感情关系 女人是玩乐和生孩子的工具 这一点至少在清朝一直延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都别忘了给我点赞评论呀 关注冷婶 每天分享你不知道的后宫趣事 大家好 我是冷婶 今天来说说如意传那些隐藏的小细节 一 玫瑰花瓣 不知道你们留意过吗 乾隆特别喜欢送如意投差 只希望你会喜欢 这玫瑰很衬你啊 好看吗 好看 来 其中如意最爱的就是这只玫瑰花瓣了 皇上美其名曰 惹人爱 多惹人爱啊 多惹人爱啊 如果有一个男人对你说 baby你好惹人爱 哇哦 天哪 你不现场沦陷吗 反正如意是沦陷了 所以他也最在意这只玫瑰花瓣 在进冷宫之前 他手里拿着这只投差依依不舍 最终去选择把他封印在首饰盒 保存在盐洗宫 都要进冷宫了 既然是最宝贵的东西 为什么不贴身带着呢 现在想想 如意进冷宫时 绝对是相信自己还会回来的 他相信皇上会把他捞回来 只可惜最后却是靠自己 和海兰的苦肉计才得意回来 当时他对皇上是有些失望的 你回来了 皇上的口气 就好像臣妾去了趟玉花园 散散心便回来了 二 索欣早就知道李玉喜欢她 不要忽略女人的直觉 你的一举一动 她的心里都明白得很 老是送我首饰 我能不晓得你喜欢我吗 她收下不值钱的荣花 是因为旧相识的缘分 而拒绝了贵重的银簪子 就是代表着拒绝你的意思咯 请注意 知识点来了 论如何拒绝一个 你不喜欢的善良男孩 跟索欣老师来学习 真是羡慕家妃娘娘 接连生死也是有福气的 你也羡慕啊 啊 谁不羡慕儿女福分呢 儿女福分呢 听明白了吗 李玉 我想要孩子孩子孩子 可是你不行不行不行 三 原来高贵妃恨错人了 高贵妃去世前生不如始 她恨皇后送她补运手夺 恨皇上对她的薄情 但是她却没有恨对人 真正背后谋害她的人 其实是太后 骨肉分离之痛 哀家长了 也该高冰尝尝 唉 也是这些年 妻乳差是办得好啊 哇 这段姿势点超多 首先太后和高冰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当年高冰强烈推荐 把太后的公主远嫁到蒙古 让太后尝到了骨肉分离之苦 所以太后就一心要搞垮她的女儿 暗中让齐太医 在高贵妃的药里做文章 让她的体质越来越差 身子越来越寒 这也是高贵妃不愿的第二个原因 还是甄嬛招恨啊 高手 可惜高贵妃 史前都不知道这个恶婆婆的存在 四景色复仇 景色当年不想出嫁蒙古 陈贵妃和贤贵妃来相劝 婚事就定在明年三月 草长英妃春和景明 果然是公主出嫁的好日子 我不嫁 陈贵妃若觉得远嫁蛮荒之地甚好 何不让你自己的女儿出嫁呢 陈贵妃被公主怼得一点面子都没了 可惜最后景色还是被远嫁到蒙古 但是这个仇是被她记在心里了 多年之后景色首次回娘家 正好赶上和宫请安 公主不忘当年劝她远嫁的纯贵妃和贤贵妃 上来就开怼 三弟如今还争气吗 谢公主关心 还是老样子罢了 此次回宫 宫中风气 越来越迷复 公主怕是天蝎座的吧 这么记仇的 五 如意见画像的缘由 寒香剑来了之后 皇上就鬼迷了心窍 有一场戏 如意碰到了宫廷画师郎世宁 郎大人 您怎么在这儿 皇上 命车来此为皇上和 不容鬼人通入画像 如意看似风轻云淡的走了 其实内心是波涛汹涌 他一直以为只有当上了皇后 才可以和皇上一起入画 当年复查皇后如此 自己当上皇后也是如此 可如今一个刚入宫的寒香剑 仅仅是一个贵人 就和皇上一同入画了 可见没有规矩不规矩 只要是皇上想要 就可以破规矩 如意寒心了 这时他走在门槛前愣住了 想了片刻 故意迈出了左腿 这可是有含义的 在古代过门槛有讲究 男左女右 而这时 如意故意迈出了左腿 意思是 皇帝你伤了老娘的心 我也不用顾什么规矩不规矩了 之后含着泪水一声长叹 所以最后 如意把他和皇上的画像 亲自剪掉并且烧了 他再也不愿意和这个不爱自己的男人入画了 六 早就不把自己当皇后了 在皇上和如意最后一次见面时 皇上邀请他一同去秋显 可愿陪同志一块去 周扯老顿 我怕我受不了这个疲累 请注意如意的用词 我怕我承受不了这个泪 他第一次不自称臣妾或嫔妾 而是自称我 这就说明此时 如意早就不把自己当皇后 也不把自己当皇上的女人了 这个时候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已 不愿意再和面前这个皇上有任何的关系 好了 说了这么多如意传隐藏的细节 你是不是有种想二刷的冲动呢 反正我要去三刷了 拜拜 关注冷婶 每天分享你不知道的后宫趣事 嘉妃真的是乾隆的外国妃子吗 在如意传中 嘉妃做了很多坏事 装装渐渐都害人性命 也让观众们都恨得牙痒痒 剧中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外国妃子 来自御氏 也就是朝鲜的宫女 但历史上的嘉妃到底是不是外国人呢 答案是 She is Chinese woman 她是正儿八经的大清包衣出身 在剧中 一个人物的好坏全看故事需要 不管是如意传还是谋攻略 都把历史上的嘉妃刻画成了一个心机女孩 今天呢 我就打算给嘉妃洗白一波 宝宝们不要打我 历史上的嘉妃是一个温婉贤淑的女孩子 因为德行出众 还有极强的生育能力 从而备受乾隆包衣的宠爱 你要问谁是乾隆嫔妃中最会生孩子的人 答案一定是嘉妃 不是说她生的多 而是最会算日子生 一步一个脚印 尚未滴路 那叫一个稳妥 从贵人到枫妃 花了六年时间 生了四个皇子 其实说到嘉妃 她也是一个励志女孩呢 嘉妃金氏三宝之女 出身内务服包衣 这个包衣和高贵妃的包衣 还有区别 高贵妃那是内务服包衣 爸爸还是个大学士 再看嘉妃是出力内务服包衣 比普通包衣还要再低一级 这也是为何总有人说 嘉妃是朝鲜嫔妃的原因了 欲言从遇事来 也不少日子 嘉妃的祖上呀 的确是朝鲜人 所以她姓金没毛病 祖上在1627年 后金入侵朝鲜的时候 就归顺后金了 后来又跟着融入了满族 在曾祖父做了俘虏之后 就成了皇室的奴才 也就是出力内务服包衣了 小小奴隶在雍正年间 以侍妾的身份 嫁给了红利 在红利成婚前 府中早有侍妾哥哥七八个了 金氏就在其中 这里也暴露了如意传的一个小小bug 小金比傅茶郎华 要早伺候红利 在乾隆登基那一年 金氏就被封为了贵人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高氏和金氏 当年同样以包衣身份进服 乾隆登基后 高氏直接升职为贵妃 而金氏只是个贵人 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原来是拼爹了 别忘了高贵妃的爹 可是个治水达人 凭借专业的工作技能 成功为女儿博得了后宫地位 而金氏的爹就不行了 所以女儿只能从基层做起 但架不住金氏会生啊 到了乾隆二年 小金就被晋升为了贵 并赐封号家 乾隆四年的时候 家贵生下了黄四子永成 这可是乾隆boy登基后的 第一个孩子 哈哈是个贵子 当了没两年的家贵 他就又被封为了贵 也就是说从贵人到贵 小金连跳三级 只花了六年 这声之声的非常顺利了 在乾隆十年的时候 后贵排名 首先是皇后复查士 其次是贤贵妃 也就是如意 家贵排在了第三位 比纯贵妃的排位还要高 而且呢 在雍和宫满文档案 一边中记录 当时长春宫的主位 其实是家贵 并不是复查士皇后 又抓到了 如意赚一个小错误 长春宫在东西十二宫里面 可是个热门的存在 能住在热门宫殿 可见家贵的地位 可是不低啦 到了乾隆十一年 小金生下了第二个儿子 八皇子永玄 又隔了两年 被升为了家贵妃 同年又生下了九皇子 又又又隔了两年 家贵妃一族 被抬出了包衣左领 成了满洲正皇旗 出息啦 到了乾隆十七年 小金又生下了十一皇子永兴 所有帮着家贵妃生孩子的 继承姥姥姥呀 姑女呀 以及总管太监等 十一人都被乾隆奖赏了 在小金四十岁的生日party上 皇上连刺他八十一剑赏赐 还带着老婆孩子 一起去给挂掉的 妇查室皇后行奉安礼 更是带着小金两次去地宫巡视 这是干啥 灵木有啥好挂的呢 其实啊 这个时候乾隆boy 已经把小金 划入了从葬育林的候选人行列了 这又从侧面说明了 家贵妃的地位 她当年到底有多受宠 她贵妃时期的一顶朝冠 上边居然有一颗诺大的大冬珠 按照组制 贵妃朝冠的顶珠 只能是三等大真珠 是没有资格用冬珠的 但是家贵妃的冠却 吵出了应有的制度 可见小金的受宠程度了 如意传的家贵妃心机算尽 是一把宫斗的好手 历史上的她也这么招恨吗 很想跟你们说 她恰恰相反 小金不仅性情温婉 为人更是贤惠 比如被册封为家贫的圣旨 是这样写的 早遇名门 素饼温公之度 久勤内职 被嫌尽慎之仪 被册封家贫的圣旨是 并柔家性成谦慎 被册封家贵妃时 老公乾隆对她的评价是 领尊内责 克勤有素 在家贵妃死后 追封的嗜好更是输家 这些圣旨都是乾隆 对小金的评价 但是在如意传小说中 皇帝发现了金颜言的罪过 但是他一直死不承认 最后忧愤自尽 皇帝气不过 给他的封号是输家 意为输家 山上的笋都被渣龙给夺完了 用物理缓缓的话说 这封号有点讽刺 或许是带着外族女子的血脉 所以小金才没有机会成为皇后 这里提一个电视剧的小八卦 在如意传中 编剧为了不造成民族矛盾和冲突 把金氏的母族朝鲜族模糊化了 改成了玉士 在玉士王爷进宫的时候 穿的也是非常有民族特征的服饰 但是为了能过审 后期大佬们硬是把 玉士王爷的衣服PS处理了 你发现了吗 别看小金族上是朝鲜人 还是奴才 但是他可是实打实的给自己争了口气 在他死后还和乾隆葬在一个房间 乾隆20年 嘉贵妃病逝 年仅43岁 金氏也成了除复查是皇后 哲敏皇贵妃 慧贤皇贵妃之外 第四个和老公乾隆boy 生同性死同穴的妃子 为啥嘉贵妃死后能陪葬乾隆 但是比他高一级的纯慧皇贵妃 却被葬在了隔壁呢 嘉贵妃生前一直为贵妃 死后才被封为皇贵妃 但纯妃可就不同了 他生前就被乾隆升职到了皇贵妃的位置 至于为什么反倒是级别更低的嘉贵 进入了御灵呢 有三点原因 一 嘉贵妃出身比纯慧皇贵妃要高 别看嘉贵妃是包衣出身 那也是在齐的 后来更是被乾隆抬成了正皇旗 你看纯慧皇贵妃只不过是个汉人 而且是个素素的汉人 爹都不是当官的那种 所以两人在出身上是有巨大差距的 二 嘉贵妃比纯慧皇贵妃得宠 嘉贵两年一升职 时不时给老公生个孩子啥的 他比纯慧皇贵妃生下的皇子要多 所以老公爱屋即屋的 还善待了嘉贵的所有兄弟和亲人们 三 棺材名额不够 乾隆的御灵地宫内正面只有五个官位 侧面有两个 共有七个官位 也就是说能和乾隆葬在一起的能有六个嫔妃 以致被葬入的人有孝贤皇后 慧贤皇贵妃 哲敏皇贵妃 这个时候只剩下了三个名额 嘉贵又死在纯妃前面 所以他理所当然的先一步进入了御灵 为啥最后纯妃没有资格进入呢 因为彼时只剩下两个棺材名额 到了纯妃去世的时候 如意还正得宠 人家是皇后 自然要给未来的如意留一个了 那么还剩一个吗 那也不能给纯妃 最后这一个是要留给下界皇帝的生母的 也就是将来的令妃了 所以倒霉催的纯慧皇贵妃死的时候 只能是被排挤到了隔壁房间 为了弥补对陈慧皇贵妃的歉意呢 乾隆还让陈慧皇贵妃成为了非原寝之主 乾隆27年在原非寝门内 添了绿瓦明楼一座 在内设立了一座石碑 上面刻着陈慧皇贵妃原寝 谁能想到如意后来断发了呢 所以按照乾隆的安排 令妃成功入住御灵 但却空出了属于如意的位置 因为如意死后 被乾隆弄到了隔壁房间 也就是陈慧皇贵妃那儿 因此御灵内有一个空着的位置 这也是乾隆始料未及的 所以说加妃能够陪葬乾隆 其实是有一份幸运在的 金家氏的医生说来算是顺风顺水 误打误撞的嫁给了未来储君 后来又有争气的肚子加持 一步一个脚印 从贵人升级到了皇贵妃 最后居然还能和天子同学 这是莫大的荣耀 好了 本期加贵妃就聊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再见了 关注冷婶每天分享你不知道的后宫趣事 如意传隐藏最深的宫斗高手是谁 反正我心中的No.1是海兰小宝贝 他随便描个眉化个妆就能祸宠 带着孩子随便来上几句就能让如意上位 兄弟中唯我居长 自然要多担当一些 我觉得大哥说的没错呀 这隐藏的宫斗技能实在是绝绝子 如果没有和如意相互扶持这个设定 而是独自战斗的话 那傅茶狼华高细月金玉岩魏燕丸这些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同时海兰也是如意传哭戏第一人 粗略一算海兰在剧中的哭戏数量是名副其实的No.1 如意姐姐进冷宫了哭唧唧 被挤对了哭唧唧 生孩子了哭唧唧 儿子死了哭唧唧 如意死了也哭唧唧 总之就是很爱哭一女的 在如意传中 克里耶特海兰是一个一心向着如意的小跟班 在某攻略里面 她又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透明 在新环珠格格里面 她又是一个只为勇气而活着的反派妈妈 那历史上的鱼妃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鱼贵妃 克里耶特氏也可以称为海氏 乾隆boy的蒙古嫔妃 原来海兰也是大草原上的妹子啊 可惜所有影视剧中都没见过她穿蒙古装 海兰早在雍正年间就成了乾隆的侍妾格格 是乾隆boy早期的妃子之一 她比弘历小三岁属于乾隆的高级妃子中 陪伴皇帝第二九的妃子 第一位是谁 嗯 你们应该猜得到 那就是乾隆最长寿的女人陈婉音 陈氏 这个婉音不得了啊 别看她是个小透明 她是唯一成功熬死了乾隆的妃子 1735年乾隆登基 还是和其他前邸时期的侧附近格格们一同获封 她被封为了海长寨 乾隆二年又被尽封为了海贵人 被尽封的原因不祥 而在剧中她被封贵人是因为和如意一同养育了大个永皇 一直到了乾隆六年 海誓27岁时才生下了皇无子永齐 被晋升为了贫 而且赐封号鱼 在满语中的意思为温和温柔 这个鱼字的寓意简直和海兰的性格一毛一样 如果要我给海誓定一个标签 那我会定凄惨二字 怎么说呢 历史上的海誓和剧中的海兰一样不得宠 昨日看皇上的眼神 我就知道我往后也不用事情了 免得皇上嫌弃 十三四岁的年纪就开始陪伴红利 过了十多年才有孕 而且她是给乾隆生过孩子的人里面位分最低的女人了 生了皇子才晋升到平位 可见乾隆并不在意这个蒙古妃子 海誓31岁的时候终于升级到鱼妃 和同阶段进服的家妃 受宠程度根本没发比 生孩子的数量更是天壤之变 不过老员工还是有老员工的好处 光熬也能熬成官 在家妃升级为贵妃之后 鱼妃突然成了后宫妃位之首 当时后宫三妃的排位为鱼妃 淑妃 令妃 十年后这个排位发生了变化 三妃的排名变成了令妃 淑妃 于妃 海誓又成了垫底的 这让令妃能升又讨乾隆欢心呢 淑妃也同样受乾隆的喜爱 此刻海誓的手里只有一个讨喜的条件 那就是儿子永齐 永齐虽然深受爸爸的喜爱 但是呢海兰并没有母平子贵 皇帝对她的宠幸是少之又少 等你养好身子再说吧 玉萍啊 你为了生永齐吃苦了 一直到了乾隆42年 于妃终于熬死了淑妃妈呀 她再次成为了众妃之首 这个时候还是已经63岁了 不过这个时间段发生了 还是最不想接受的事情 那就是永齐去世了 还是在52岁的时候丧子 永齐的英年早逝 让她的妈妈在孤寂中度过了后半生 我在看剧的时候 有一点一直非常好奇 那就是在令皇贵妃死了以后 后宫是由谁统帅的呢 在查阅资料后 我搞清楚了这一点 在乾隆晚年时期 后宫的大小事物 竟然都是由于妃来管理的 在她的记文中 有这样一句话 戴昆为之客户 尽领重搬 说明当时于妃在后宫 已经是未同父后了 行使的也是皇后的权利 由她一直统领后宫 乾隆57年 于妃逝世 享年79岁 她身居妃未长达47年之久 在她去世的那一天 远在热河的乾隆 得到了消息 一连下了四道遗址 在海澜大击之后 她被正式追封为了于贵妃 被晋升的原因 也是因为她很长寿 乾隆58年 于贵妃的金冠 安葬在了玉玲妃圆琴 但是在我看于贵妃请位的时候 发现了另外一个事情 乾隆竟然有两个同封号的妃子 这两位又是谁呢 乾隆的圣嫔是谁 圣贵人又是谁 是宫女阿弱吗 那另一个人又是谁呢 虽然听上去有些混乱 我用一张图来解释 那就是乾隆 有两位圣子豪妃子 乾隆也太难省事了 给人起封号 都不带岔开的吗 首先来说 圣贵人 他就是如意传中 背叛了如意的陪嫁宫女 阿弱的原型 索绰伦氏 乾隆十三年初 被封为了圣贵人 索绰伦氏 封为圣常在 在记中 因为他的爸爸 治水有功 而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索绰伦贵妥 趁花了半天 原来女儿在这儿 阿弱异想天开的 以为渣龙喜欢上了他 在金银炎的挑拨之下 阿弱背叛了如意 成为了渣渣龙的 盛常在 表面上阿弱 非常受皇帝的喜爱 风光无限 引得其他妃子纷纷嫉妒 实际上被乾隆咽气 每天晚上都跪着 当皇家床头柜 别看剧里边 阿弱戏分这么多 历史上他的资料 连一页纸都不到 如果不是监制剧 拍了这个人物 大家根本就不知道 乾隆还有这号妃子存在 在乾隆41年 慎贵人逝世 从被封贵人 一直到他去世 整整当了28年的慎贵人 无子无统 就这么默默的 在宫里死掉了 这才是真正的 后宫透明人呀 那另一位慎嫉妇 又是谁呢 在《如意传》中 他对应的是 蒙古妃子 柯嫉 这回清楚了吧 在剧中 他是蒙古清贵家的女儿 性子破辣 非常心高气傲 平时只和蒙古嫉妃来往 更是非常看不上令妃 姐姐放心 皇上在我这儿好好的 只是烤羊肉吃 不会贪喝陆雪酒 慎贵的身份证 信息如下 拜尔嘎斯是蒙古人 因为爸爸投靠大清的关系 所以拜尔嘎斯市的常驻地址 是河北承德 热和行宫 在他进宫之后 先被封为了依贵人 在乾隆26年的时候 夏招封依贵人为慎贵 这个时候乾隆boy 可能已经忘了自己后宫 还有慎贵人这号妃子 甚至连内务府和礼部的人 都没想起来 这种乌龙事件也是罪了 虽然前面的慎贵人是个透明人 但慎贵可就不一样了 在历史记录中 他多次陪着乾隆游山玩水 不是去木兰围场 就是去热和度假 再看同一封号的慎贵人 连圆明园都去不了 只能在深夜当皇帝床边的 一个小小的贵人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乾隆30年 慎贵被葬入了玉陵飞员寝 所以飞员寝中 才有两位慎封号的妃子出现 好啦 今天又是乾隆后宫的一天 今天你又对乾隆多了解了一点吗 我们下期再见咯 关注冷婶 每天分享你不知道的后宫趣事